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 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台风过了以后有大的变效 基本就是大概三到五公里 就无论是树也罢房子也罢 房子呢就是可能底下的这些 这个水泥砖墙还有一点 上面雾顶都可以成功 第一天到达那以后 从我们大船换小艇 然后到达沿岸 年夜兵分两路 就到当地的医院 告诉他们 我们有一个移动的医疗平台 那个医院的管理者到医生到病 他都不知道 这时候怎么突然来了个医院呢 经过这个反复的动员 第二天我们就在岸岸 接着一个医院 四天的火车 四天的船 摩托化行军行的一天 大概就是九到十天时间 当时每个同志都拍个照 心没说明白 大概也明白了 经常一听那枪声 那就把钢盔带上 然后我们的行军床 还有一个铁皮柜的档路 中国维和女警察何志宏 在海地 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时 不幸殉职 留下年仅四岁的幼子 和年育发甲的父母 他曾经写道 大千世界 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 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 承载和平的心愿 这是他生前的愿望 也是中国对和平的承诺 青山一道 同云与明月合层 是两乡 让我们携起手来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为实现世界 永续和平发展 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奋斗 永续和平的承诺